喂 妈 这一回你都给我打十几个电话了 你就这么不放心我吗 不是 我就是想问问你啊 车到蛋了没有 到了到了 我姐的车马上就要到了 你姐姐这次不会再骗我了吧 她都骗了我三年了 不会的不会的 我姐出站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妈 我先挂了 姐 哎 妹妹 我在这 走 来回家 等我一下 好 喂 严总 那个项目给我了 好好好 谢谢您啊 明天上午十点钟 我准时到你办公室 哎 好的 祝你中秋节快乐 姐 谁给你打个电话 我订了半年的项目 终于订下来了 给我了 成了 成了 姐 你真棒 行 工作上的事情 咱过了节再说 走 咱回家 不是 妹妹 你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得回去啊 姐 你什么意思 你回哪去啊 回电话那头 哪头 电话那头 可我没电话那头呢 咱妈还在等着你呢 你知道吗 这个项目对我来讲 非常的重要 钱有那么重要吗 过节有那么重要吗 行 姐 我算是明白了 你这是要钱 不要娘了 咱妈整天做梦 喊的都是你的名字 她判的是什么呀 她判的不就是过节回家 能吃个团圆饭吗 行 你要走 你走吧 你走了之后 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姐姐了 不需要 骂吧 骂吧 在外面老板骂 客户骂 回到家 你还骂我 我图什么呀 我是为了赚钱 我不是为了这个家更好吗 我在外面 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我对得起所有的农民工兄弟 我不拖钱他们任何一点的工资 我让他们炖炖有肉 天天有鱼吃 连保安都是我讲义气 我有错吗 我哪里不好 你以为我不想回家过节吗 你要走 行 你自己给咱妈打电话 她要是同意了 你就回去吧 喂 妈 喂 闺女 快到了吧 到了就给你妹妹回来吧 你最爱吃的三鲜饺子 我都包好了 就等你回来了 妈 妈 你怎么还打呀 是这样 我跟你商量个事 你别挂啊 我今年过节 可能回不了家了 什么 你都到家没口了 怎么就不回来了呢 妈 你听我解释 妈 我接了一个很重要的电话 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给我了 能赚很多钱 我必须得回去 妈 在这里给你老人家请安了 祝您身体健康 中秋愉快 妈妈 我爱你 妈 你和妹妹不要不舍得吃不舍得喝 需要钱的话 给我打电话 我给你们打过去 闺女 闺女 你的工作重要 你就放心去吧 以后时间有的是 我和你妹妹过节都习惯了 你就踏踏实实回去吧 家里不用念家 好的妈妈 你保住身体 你哭什么呀 你哭什么呀 我没哭啊 我没哭啊 老头子 你走得走 闺女 都有三年没有回家过节了 我小闺女啊 妹妹 妹妹 我们回家 好 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 暂停满